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3月8日 星期三 這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蔡天鋒案 據報鄺球年輕時擔任警員的照片在網上廣傳中 和各位一起看看他當時做警員的樣子 因鄺球坐擁前警員的經驗 而連日來他的反應都相當冷靜 令到各界猜疑他背後究竟盤算著怎樣的情況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一邊雙近日另一個熱話之一就是邪教 據報韓國涉理教的風波越鬧越大 有進展 另外亦有網友指在香港遇過相關的邪教的招覽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黃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狂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經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台灣媒體報導 肢解潘絲 蔡天鋒 前老爺想著毀掉DNA 想著逃出法律制裁 而他年輕時穿警察衣服的照片是瘋傳的 報導的內文提到 28歲香港名媛 蔡天鋒照顧前夫一家 但因賣樓問題殘遭殺害 較早前逮捕到第七人 整件案情令人越來越細思極恐 而疑似主謀的蔡天鋒前老爺曾經擔任香港警察 近日他的警服照片更是瘋傳傳網 不少網民都好奇為何前夫一家會殺害蔡天鋒過後 仍然要攀絲 是否真的有深仇大恨 說前老爺曾經是一名警員 從警多年 有著豐富的反偵探經驗 亦都熟知香港法律 在3月6日 香港警方發布消息指 就違骨提取檢測 無法組織等DNA 是與蔡天鋒吻合 前老爺之所以攀絲 主要目的就是想毀絲滅跡 因為屍體很快就會腐敗 有異味 只有高溫攀主才會不令人懷疑 另邊廂 蔡天鋒分絲案燃燒至今已經引起全民關注 最近前老爺年輕的時間 那個警員制服的照片 更加在網上廣傳當中 以上來自台灣媒體的更進報道 連日來前老爺的確相當淡定在面對審訊時輕描淡寫 甚至有消息指他托人向譚家老爺說幫忙給律師費 相關的跟進繼續蔓延當中 台灣媒體就跟進在網上開始流傳一張疑似在礦球年輕的時間的警員照片 究竟礦球前警員的經驗會不會有助他現在打那個如意算盤 會不會脫罪等等的情況 也成為了各界關注的重點之一 另外轉體一下另一則消息有關近期說的邪教 根據HK01的報導 香港女生在香港街頭差點被人拉入韓國的邪教 四大規條很奇怪 也提醒有一類人要小心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當然有個女生在連登土龍區上發貼文 只留意到最近Nefis的一部紀錄片 講述這個韓國異端宗教涉理教 令她想起自己以往的一段親身經歷 她指自己仍然在讀書的時間 很記得某一天在九龍堂右一城逛街的時間 期間遇到兩個女生自稱是城市大學的學生 正在做一項調查 所以想訪問一下她 事主指自己是個好人 所以就答應了對方的請求 更加好傻好天真地留下了自己的手提電話號碼給對方 她說幾天過後 那兩個女生就開始傳WhatsApp的信息給她 亦會互相聊天 她以為交到兩位新朋友同時放下戒心 不過在交談一段時間過後 對方開始邀約自己是出街的 亦都慢慢滲透一些傳教的資訊 例如聖靈三位一體等等 她就當故事這樣聽 這個女生就說對方有邀請自己到油麻地的教會 自己也曾經上去一次 去到現場發現那個地址 奇怪是她沒有任何門牌 每個人都要化妝穿得很漂亮 還要穿得非常正式 同時那個宗教也有很多奇怪的規條 例如男生和女生要分開坐 不可以有接觸 而每個人都要透過靈修去提升自己 第三他們覺得要提升到100% 即是提升到自己上100%才可以上天堂 第四我記得他們那時跟我說 要同一位靈修到100%的男生結婚 然後說暫時沒有哪幾個可以去到100% 應該只有教主一個人 而最奇怪是每晚打電話都叫她祈禱 韓國教主就會每天出金句 他們甚至會每天輪流打電話 分享教主的金句 令到她感到十分煩厭 最終不再聽他們的電話 雖然對方不斷叮囑自己 不要在網上搜尋關於他們宗教的資料 因為那些都是不實的 但是這個女生表示自己雖然天真得很傻 但她不是蠢 於是上網搜尋資料 發現他們所信的宗教就是韓國的攝理教 而教主就是鄭明昔 自此她立即跟他們斷絕交往 這個女生就提醒他們主要挑選來傳教的對象 是一些外表看上去很純品、很天真、很傻的女生 手法是先跟你做朋友、再用貧背的壓力去傳教 再加上大專不同院校有很多她們的人 她們竟然可以在香港大學布場搞活動 而教徒有不少是不同大專院校的女生 網友看完貼文過後經過原來這個韓國異端的宗教已經滲透入香港 Maple的例子亦不是個別例子 亦有網友分享類似的經歷 亦在街上被年輕人截停攀談 尤其心靈空虛的人容易中招 和學歷高低無關 提醒大家不要亂留個人資料 例如手機號碼給對方好好保護自己 以上來自HK01的相關報道 原來不說不知近日方力申的新女朋友 就牽涉韓國異端宗教的性侵案件 事件亦經Nepthes有一部紀錄片 開始了解一下這個宗教邪教怎樣做之際 就發現和香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日前越來越多人出來相應 在香港原來遇過這個宗教邪教的人來傳教 而且非常奇怪 標榜他們的教主好像天上有地下無 相關性侵案件據報在韓國繼續審訊當中 根據HK01的另一則報道 受害人葉瑄前男友作供 說他為了守證忍受鄭明昔最後的淫慾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Nepthes的紀錄片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 揭露韓國邪教的避史 其中涉理教教主鄭明昔 涉及性侵超過100名女信徒震驚全球 來自香港的受害者葉瑄Maple 說勇敢地指控鄭明昔的惡行 該案在日前進行第四次開庭 葉瑄的前男友A男子以這個證人身份出庭 完整細節曝光 綜合首爾新聞等韓國傳媒的報導 大田地方法院第12刑事部7日針對鄭明昔 涉及性侵案進行第四次開庭 葉瑄27歲的前男友男子A證實 在自己2021年5月當兵期間認識女朋友 開始遠距離交往 他透露從女方口中得知 在車內、月名棟建築物等地遭到鄭明昔性侵犯 並公稱鄭明昔會以預防乳癌為理由 要求葉瑄當著她的臉換衣服 趁機摸她的胸 另外A男子透露得知女朋友要和鄭明昔做最後的道別 因此建議女朋友要錄音留下證據 因此最後錄了長達1小時37分鐘的證據音檔 並透過A男子交到警方手上 這宗性侵案都震驚全球和香港都有關係 因此案中的女生正在描述 勇敢地指證教主的葉圈 正正在香港銅鑼灣受到人士傳教所影響 而加入了相關涉理教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